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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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欣也曾玩过姐弟恋 他就是比李嘉欣小三岁的陈平志 1998年 李嘉欣承认与比他年轻四岁的陈平志拍拖 可惜是短暂的一段情 值得注意的是 陈平志曾经也是黎明现任老婆乐绩尔的绯闻男友 四 李嘉欣与刘鸾雄 李嘉欣自1988年获得港界冠军之后 就与刘鸾雄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除了数不清的浪漫鲜花 百万名车相赠之外 传言跑马地 半山两处超级别墅 就是刘鸾雄送给李嘉欣的礼物 更是在报刊上 占用整个版面向李嘉欣示爱 面对刘鸾雄如此火热的攻势 李嘉欣背着小三的骂名 偷偷地心甘情愿地 与刘鸾雄在一起 可惜的是 李嘉欣等到刘鸾雄离婚 也未能成为刘太太 五 李嘉欣 秦辉 秦辉是内地传媒大亨 北京超级富豪 据传两人在恋爱期间的约会时 常常非常隐蔽 有时可能会包下整间餐厅 或高级师傅来享受二人世界 更有爆料称 两人当年曾举行订婚派对 但派对地点更在秦辉拥有的 北京著名的高级夜店举行 但李嘉欣很快就出面澄清了这条传闻 六 李嘉欣与庞维仁 继于刘鸾雄相恋被小三恶名后 李嘉欣与庞维仁的恋情 再次让他当了小三 此次尤为甚列 两人常常公开出入公开场合 在酒店甜蜜约会更长达14小时 李嘉欣第三者插足 致使庞维仁的婚姻 一度达到濒临灭绝的边缘 庞维仁曾经为了李嘉欣与妻子大闹离婚 但第一次未果 李嘉欣也为自己的豪门梦深感遗憾 但2005年 庞维仁的家庭风暴 终于在李嘉欣的魅惑下爆发了 这一年 庞维仁以数千万高价 邀请李嘉欣拍广告 商谈完公事后 两人在风雨中共散漫步 庞维仁太太对此却大发雷霆 而作惯第三者的李嘉欣 则理直气壮地自我狡辩 之后与庞维仁更加热火朝天 这也加速了庞维仁婚姻的瓦解 庞太太使出浑身解数 也未能挽留庞维仁离去的脚步 庞维仁离婚后 李嘉欣一度看到了加入豪门的幸福曙光 但由于庞维仁的母亲 却坚决不允许李嘉欣这个狐狸精第三者进门 权衡之下 庞维仁放弃了李嘉欣 李嘉欣也再次成为了富豪们手中顽劣的对象 7.李嘉欣与罗兆辉 罗兆辉曾拥有20亿港元身家 堪称香港的股票神童 最风光时 曾与不少顶级女星传出过绯闻 李嘉欣也有幸成为她的猎物之一 8.李嘉欣与郭靖安 李嘉欣、郭靖安早年曾经合拍过影视剧 当年两人一张宛如婚礼的照片 引得媒体记者纷纷议论 9.李嘉欣与吴彦祖 影集帅哥和是美女在一起会起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李嘉欣和吴彦祖至今为止只合作过两次 而且只在一部电影里合作演情侣 那就是2003年上映的《花魁杜时娘》 拍摄《杜时娘》期间 李嘉欣与吴彦祖传出绯闻 只两人在片场眉来眼去 又讲闲事笑话互相挑逗 李嘉欣表示自己很久没有传过绯闻 不排除是电影宣传人员 想增加声势故意散播的 他觉得这样做很不高明 李嘉欣还以台风都吹不倒 来形容吴彦祖的绯闻 他说吴彦祖并没有因此而尴尬 大家一笑置之 并会拿绯闻来开玩笑 最帅不过吴彦祖 最美不过李嘉欣 之后两人就再没合作眼情侣 两人的生活轨迹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交集 自然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了 十 李嘉欣与许金亨 众人皆知 李嘉欣小时候家里很穷 他十几岁就步入社会赚钱 年轻的时候 他一心想要嫁给富豪 在成为港姐冠军以后 李嘉欣认识了刘鸾雄 这个时候刘鸾雄还没有离婚 而且是数一数二的大富豪 他为了赢得李嘉欣的欢心 付出了不少 这恰恰也是李嘉欣想要的生活 在他的运作下 刘鸾雄与宝永勤离婚 此后两个人的恋情开始公开 不过刘鸾雄并不想娶李嘉欣 因此李嘉欣无奈离开 后来他更认识了不少大佬 但依旧没有嫁入豪门 李嘉欣在30岁那年遇到了许金亨 那个时候许金亨跟何超穷还没有离婚 不过李嘉欣已经把许金亨作为结婚目标 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为了加速结婚进程 李嘉欣开始公开跟何超穷叫板 2008年许金亨跟何超穷离婚 三个月后娶了李嘉欣 婚后两个人有了孩子 到现在他们已经结婚14年 感情倒是很稳定 许金亨年轻时帅气风流 是一个非常绅士的男人 但是自从他们结婚以后 就一年比一年显老 近日许金亨现身香港街头的事情 引起关注 可是才60岁的许金亨 却没有了以往的英俊帅气 竟然还需要一个白发的大叔 帮着扶着上车 当天许金亨坐的是一台黑色奔驰 车牌也是非常气派的ME 当年许金亨为了向李嘉欣表白 曾经花费百万 买下了一块ME2的车牌 因为当时刘鸾雄买下了一块 I love you车牌 许金亨立刻就买下了一块ME2车牌 跟李嘉欣结婚14年 如今却已经老成这个样子 许金亨去年似乎受了外伤 一度需要拄着拐杖 当时许金亨有一次是独自一个人 拄着拐杖去看医生 后来许金亨陪着李嘉欣出席活动 也是一度拄着拐 许金亨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没有人知道 不过看起来应该是受了外伤 这次许金亨没有拄着拐杖 可是身边却需要其他人帮忙扶着 许金亨虽然依然穿着昂贵的西装 坐着漂亮的奔驰车 可是他却没有了以往的气势 身体不太好 李嘉欣竟然也没有陪在许金亨身边 也是让人吃惊 过去李嘉欣跟许金亨几乎是形影不离 两个人不管出席任何活动几乎都是在一起的 可是如今许金亨行动不便 李嘉欣却没有陪着 之前许金亨去看医生也是一个人去 李嘉欣都没陪着他 按道理许金亨跟李嘉欣只有一个儿子 如今儿子也长大了 应该也是在上学 李嘉欣也没什么忙的 另外许金亨的父母也已经去世了 李嘉欣也不需要照顾老人 那么李嘉欣到底在忙什么 为何放着许金亨一个人出门呢 前段时间 李嘉欣还晒出了一个人 坐着游艇出海的泳装照片 几个月之前 李嘉欣曾经因为身体不适 住进了ICU 经过了48个小时的抢救 才成功脱离危险 之后李嘉欣也是休养了好几个月 不过如今他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 身材似乎更胜以往 李嘉欣比许金亨还年轻了10岁 加上李嘉欣疯狂的保养 如今看起来确实是年轻 许金亨这两年老得这么快 主要还是因为 他这个人没有目标的关系 其实做人就是如此 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目标 生活就会空虚 年轻的时候 许金亨喜欢女明星 喜欢豪车等等物质的东西 如今年纪老了 该享受的都享受了 生活也失去了目标跟动力 许金亨又是一辈子都不干事业 家族生意他从来不理会 父亲许世勋没有办法 只能把家产都建立成信托基金 让许金亨每个月拿200万生活费 数百亿的物业都交给了信托基金去打理 许金亨今年才60岁 很多富豪都是在60岁之后 才迎来了人生的巅峰 事业才刚刚进入轨道 何鸿燊70岁 还再生下了何超新 82岁 还重新参与澳门赌牌的镜头 很多香港富豪都非常长寿 而且身体一直非常好 跟他们奋斗不息的精神 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他去年曾经拄着拐杖 一个人去医院 李嘉欣并没有在身边陪他 这里还需要插句话 对于李嘉欣来说 除了许金亨以外 还有一个分量很重的男人 那就是刘鸾雄 刘鸾雄现在的身体也不如以前 走路也需要拐杖 前不久他在香港街头被人发现 当时他穿着长袖 被保镖搀扶着进入车内 至此李嘉欣人生中的两个男人 都经历了变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 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